我被送进医院了 怎么样 好 多了吗 好多了 没事了 你那么忙还过来看我 真不好意思 那的话 拼恩就好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住院了呢 爱其实的经过 是这样的 前几天我就觉得 肚子不服属 因为是吃坏肚子了 吃了药就会好了 已就没关它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痛 拖了一两天 前天早上痛得很厉害 受不了了 就睡这样 我被送进医院了 成天 是呀 重明和我更好没可在家 看她疼得厉害 觉得情况不对 就马上打电话 叫救护车 把她送进 几人市去了 医生的 医生就说是 警醒 猛长言 要马上开刀 一听 要动手术 就把我吓死了 很快我就被送进 手术室了 我和中明在外面 挺担心的 不过还好 手术进行的很顺利 手术完了以后 她就让护士给推进病房 休养了 原来是这样的 对了 你通知家人了吗 他们一定 急死了 爱 本来我怕他们 担心 不敢告诉他们 昨天等 等 受诉 结束以后 才给妈妈打电话 告诉她 不要进了 可是她还是担心的很 还生气呢 我还叫她在电话里骂了一顿 说我这么 这么晚才告诉她 你的妈妈是关心你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你看他们明天就要告 跪来看你了 说的也是 哎 我要几个星期都不能上课了 怎么办 学校那边 你不要担心 我会帮你 请假的 等 你好了以后 我们在家帮你复习 是啊 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 你好好的修养 才能早入空腹 那就太谢谢你们了